管委員以及簡召動委員所提出的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條例的修正 十六條刪除 第三十條是希望能夠再延長兩年 其實再延長兩年都不一定能夠把這個事情做好 我們知道在921大地震以後 其實它重建的過程雖然速度前期很快 但是後面還是有很多後續必須要再不斷的來處理 譬如說當時以我在2000年的年底 2001年的年底我擔任彰化縣長的時候 光是彰化縣有三棟倒塌的 或者是有一棟倒塌 還有兩棟是嚴重受損的這個樓房 一直都沒有處理 也是後續經過的再兩三年 那麼我們把這個重建的基金以及先這五木道的基金 然後再一步一步的予以協助 然後才在兩三年內才把它完成 那個時候完成的時候也已經到2005年 所以這個重建的過程其實是非常的長遠 那麼以莫拉克颱風才發生了一兩年以後 然後就馬上要把它就結束掉 這對於重建的工程也好 或者是文化的建設 或者是有其他的心理建設 甚至於有一些是不是要回原鄉再重建 或者千村的問題其實都還需要解決 那麼今天管閉理委員所提出的延長的這個年限 那麼也至少能夠讓它延了兩年 我覺得這個是有必要的 我們希望能夠讓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 創傷以及心靈的創傷能夠很快的重建 也希望這兩年能夠政府的執行力要越來越好 越快